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早上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個今天的話呢,是2024年的 3月5號,禮拜二 我戴兩層口罩,所以聲音有點悶悶的 今天天氣啊,我覺得蠻像夏天的 但是我一樣還是穿外套,好寶暖 因為身體還沒有完全的康復 所以可能稍微還有一些避陰啊 好 我們這個牆呢,特別要強調一下,就是我們 已經把它改掉,原本這邊是個玻璃 那現在的話呢,這邊裝了一個電視 之後呢,如果說有一些貴賓來啊,譬如說 可能台積電 張忠謀,或者是 劉德英啊,惟哲佳要來採訪 我們就可以在上面寫 花銀光鈴台積電力鈴為何採訪 這樣的話呢,他們看來就會覺得有一種 冰日如貴的感覺 因為人就是這樣子的嘛 就是 對自己的 名字 會特別的注意,會有機會的效應 所以如果說呢,我們 在上面有秀出來 歡迎公司航號或是某個人的 這個標語的話呢 別人會感動的,會開心的 然後蠻好的 那個背後的部分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剛剛打好了 我再打一次好了 打破線 在這邊 這個 秦軒他昨天沒上班 那今天一上班呢,應該就是要打羽毛球 因為我看到他機車上面有放羽毛球拍 後面後面就這樣子 他有個櫃子 櫃體後面有散熱的 好,就這樣 今天早安 早 好,各位朋友,那我們就散賣一塊 拜拜 拜拜